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 帮助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做好防疫 驻洛杉矶总领馆特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里在线举办网络交流会 介绍中医药抗疫经验并讲解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方法和优势 张伯里院士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 自今年1月至今一直奋战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据张院士介绍 在中国国内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超过4900名中医医护人员持援武汉 占支援武汉外来医护人员的13% 而在中国新冠确诊病例中 有74000多人使用中医药 占到确诊总数的91.5% 张院士表示 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中医药治疗是中国对抗新冠病毒中较有效的治疗方案 张伯里院士指出 中医药在治疗轻症患者降低转中率方面效果显著 而中西医结核则对改善重症患者症状 发挥了4两8千斤的作用 大幅降低了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此外 中医中、针灸、按摩、八段颈等疗法 能够有效调节康复患者的心肺功能和血热等症状 帮助抚养患者排解痰栓 优势明显 针对美国疫情防控严峻形势 张院士强调疫情不分国界 病魔不分人种 并叮嘱海外华人华侨 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避免人际间近距离接触 严格实行居家隔离措施 并就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有效性 中西医结核治疗 防治汤药选择 以及使用中医药调理身体等问题 逐一回答了当地华人华侨 刘学生代表 以及媒体记者的提问 张院士您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中医药对于这次疫情的作用 不是直接针对病毒 而是针对人的自身机体 或者说人的免疫系统的提升 应该说我们中医治疗 中医药治疗新冠 它主要的不是针对病毒本身 而是它针对提高你机体的免疫能力 就提高你的正气 中医药介入病毒治疗 除了汤药中尘药 还有什么有效的其他手段 既然是提高机体抵抗力 就不是仅仅包括中药了 只要能够让你感到舒服 对你机体有好处 都可以解决 刚才我讲的生活方式 别熬夜 别疲劳 这也是一种方法 也是要清淡 不要暴饮暴食 也是一种方法 好吃大便通畅 都是 当然了 这个按摩 包括刮痧 包括贴服 包括鸭耳痘穴 包括八段紧 都是这些方法 只要能让你感到舒服 调整你机体状态的方法 都可以采用 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事张萍 在活动上致辞 对张岳志支持 这次交流活动 并介绍中医药 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和经验表示感谢 并代表总领馆 向广大医务工作者 致以敬意 张总领事同时表示 目前美国疫情迅速蔓延 希望在美华人华侨 留学生 中资企业员工 加强自我防护 更好的应对疫情 风口卫视 朱小师 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